那他来香港做什么呢? 这些大妈妈最紧张就是中国 中国有什么紧张呢? 因为二十大开源 二十大是一个或时代的中共代表大会 因为他预定习近平会再做多一任 由2012年做到2027最少 台湾方面的估计可能习近平做够十年 这样就会是相当长的时间 就改变了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甚至有很多政策会重新的部署 那他们这些大妈妈就看不明白 读不懂 所以就来香港看看有什么 所以今次国际金融领袖的投资峰会 又找了三个中国重量级的财金官员 大家好 恒指大跌 股市也大幅波动 大家都已经经历了 很多人都惊惶扫定 所以究竟这个世界后面会是怎样呢? 大家知道就刚刚十一月二号 我们就开了一次国际金融领袖的投资峰会 正正他们的主题就是驾驭市场的不确定性 一句说话就反映了整个世界的动态 当然这些投资银行这些国际金融领袖 每间都是大行的 花旗这个是摩根这些是高盛 还有香港大家熟悉的汇控渣打等等 大的银行一旦投资错了 那就很大件事了 所以就来香港开这个峰会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做是驾驭市场的不确定性 有些什么不确定性呢? 这个大家都要知道 所以大家买股票买这个外币的时候都要留意一下 为什么有什么不确定呢? 第一 驾驭战争 你知道什么时候打完没有? 一天没打完就会累到全世界的能源都变得很紧张 无论天然气石油全部都是乱动 第二来说新冠疫情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真的完结呢? 我跟你都说不到 你问特区政府现在每天的水平 经过了一些变种之后 BA.7 点几 XB全部都是4000、5000 都未完 而且现在欧洲 美国那边又再翻发 世卫都很担心 这个是另一个不确定因素 因为这些不确定因素 就导致美国不断加息 因为俄乌战争和这个疫情 令到通胀变得很严重 供应链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那个通胀越来越厉害 所以美国加息刚刚这个11月就已经 又再加0.75个百分点 到了今年年尾就已经去到4-5了 很高 明年初中还会加 所以那些外币日元全部都波动得很厉害 连英国英伦银行都要加息 那够了吗 还没够 还有就是说量食也变得非常紧张 还有极端天气 我们香港11月半个世纪还要挂8号波 所以你可以说所有这些因素 单一的都已经搞到这个世界好不确定 每一个因素加起来之后 不同的组合就更加复杂多变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40年难得一遇 40年难得一遇 其实这句说话我会赠大家再加多一个很重要因素 就是逆全球化 如果说80年代世界各国合作一起生产 你这里就有能源的 你就供应我这里 我这里工业好的我就生产衣服鞋物 然后你那里有高科技你就生产手机电脑 然后全球化之下大家就合作了 现在是什么世界 逆全球化 特别是2017年 特朗普上台之后打这个贸易战 这样就将整个世界就反转了 所以逆全球化之下很多的供应链就断了 变成了这个因素也影响到投资者不得不考虑 所以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之下 所以这些大骂傻就是说 如何驾驭市场的不确定性 市场是一个南海 是一个世界性 本来是一个全球性的 现在全部翻天覆地之下 大家看不通就一定要过来研究一下 那你又问了 为什么要来香港呢 为什么又不去伦敦又不去巴黎 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 我们的片集都讲了很多 世界已经分开了东西两块 东面这一块主要是亚洲 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 还有韩国、日本 现在还要加上西亚、伊朗等等 然后西就是欧洲 乌拉尔山麦以西 Euras的西面就叫做欧洲 欧洲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欧美、欧美的西方 现在美国加上欧洲是一块 因为欧洲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拉得他很紧 透过这个北约就脅迫着欧洲 然后东面就是中国、俄国 现在很可能印度、伊朗都过来 所以这种东西地缘政治的分化之后 两个新的板块 就令到很多大妈傻 就觉得如果西面不是那么有希望 最有希望发展得最好 最大的市场中国14亿 印度又14亿 东南亚6亿7千万 加上就已经是差不多世界人口的一半 就在这里一半以上 中、印加上东南亚 所以你就要过来这个地方叫做香港 刚好香港就是五个小时之下 然后飞机就可以飞到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 就在香港这个半径五小时的飞行 所以你就要过来香港这个金融中心 那他来香港做什么呢 这些大妈傻最紧张就是中国 中国有什么那么紧张 因为二十大开源 二十大是一个华时代的中共代表大会 因为他预定习近平会再做多一任 由2012年做到2027最少 台湾方面的估计可能习近平做够十年 那就变成了相当长时间 改变了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甚至有很多政策会是重新的部署 那他们这些大妈傻就看不明 读不懂 所以就来香港看看听到什么 所以今次国际金融领袖的投资峰会 就找了三个中国重量级的财金官员 包括央行的易刚 中证监的方星海 以及另一个中银监保监的另一个官员 三个官员就出来讲中国二十大之后的经济发展 其中有一句说话很重要的就是 方星海先生就说 Don't bet against China and Hong Kong 你们不要跟中国和香港对赌 这句说话很爆 很多传媒都忍这句说话 意思是说从方星海的角度来说 其实中国的政策 香港的一国两制 因为你们如果不明白的话 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去对赌 你要多点了解一下中国 你如果只听西方的传媒来说 他们说很多东西是会抹黑中国 而且是不反映真正的中国 所以方星海就说最稳定 就来中国体验一下中国的变化 所以今次的大妈萨他来香港 二百多位的重量级投资银行 大行加上他们的团队 来到香港是想听一下 了解一下中国二十大之后 有什么信息 原来他们之所以不明白中国二十大之后的信息 因为的确是有很多新的观念 他们是不掌握的 譬如说我们这个片集也说过 中国式的现代化 什么叫中式现代化 中式现代化有什么跟西方不同 那你就要了解一下 中式现代化当中又听到共同富裕 现在很多解释就是说 共同富裕就是均富甚至结富制贫 甚至最新有些叫做公销社重新再变化 就好像有些文革的味道 难怪内地也有些人说 都觉得变化都比较大 我个人更加不清楚 所以他们最关心就是二十大之后 中国会是怎么样 现在他们得到的信息就是 中国会继续开放 而且是深度开放 是高质素的发展 是会更加是向外开放 更加的进取 市场经济还要深化的发展 中国还会进一步 是将香港和世界来说 作为它发展的方向 那这些的信息 经过了中国的官员了解了之后 他们都很高兴 所以听说今次这个大Masa来这个峰会之后 会来会外他们都很开心 有很多顺便见下 三年都没见过自己的客户 还有他们的团队 因为这些大金融机构 在世界特别的金融中心 香港、东京、伦敦、纽约 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的人 香港是其中一个总部级的金融中心 所以他们都很有收获 大家又会再问 香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香港大家都知道 在七一习主席的讲话 就是说香港要发挥联通世界的独有的优势 用我们官员用了很多字眼 就是uniteness 独一无二的位置 就是既联通世界 又能够联通自己的国家 香港这个重要的位置就是最好 所以如果说大Masa来了香港 其实他有什么得益呢 他应该要明白 香港就是近水流台先得夺 近哪里呢 近中国 新加坡都很羡慕 新加坡就很想像香港那样 近一个发展得这么好这么快的国家 叫做中文人民共和国 那无奈地理位置是没得选择的 但是香港就是背靠自己的国家 一个十四亿人发展得很快的一个国家 外汇储备三万亿美元 一个是发展得这么好的国家 那香港就近水流台先得远 那我们也说了很多 国际国内相寻患香港这个节点 所以国家比香港这么优厚的一个条件 而香港独有的地理位置又这么漂亮 所以来香港就是最能够摄触到中国的消息 香港的传媒过滤中国的消息是最少的 原汁原味是最高的 连大西方很多媒体在香港 CNN、NBC、New York Times、Financial Times、Washington Post 全部在香港都有办事处 所以在伦敦、纽约、巴黎接触中国的消息 和在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的国类是最少的 现在中国的市场、印度市场、东盟市场是最吸引 所以香港刚好就是最漂亮的位置 所以来香港就是近水流台先得远 难怪他们来香港之后 就有机会接触很多中国的官员 现在中国的开放 还包括了疫情之后 一方面保持动态清零 但也逐步开放 逐步一开放 首先香港就得益 很多中国的官员 也会来香港和特区政府接触 和特区里面的金融人士接触 这些投行这些大学在香港 也会接触到很多中国的官员 甚至透过这些官员进入中国 其实我们香港最好的就是John Venture 如果你做贸易做生意一定听过 John Venture在香港是最强的 譬如你要拍片 何里活有个投资 你在香港找一间电影制作公司 配合一起去大陆拍片 现在很多这些片都是这样的 香港这个优势是无可替代 所以这些国际金融领袖就来了香港 最后大家可能会问 这个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之后 香港有什么得益呢 得益就多了 这个是香港0加3之后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之后 譬如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片的时候 七人篮球赛就正式开始了 这个七人篮球赛也容许在场内 可以喝可以吃 甚至有些人说 喝喝吃吃看篮球是特别高兴的 喝喝吃吃之后 嘔嘔嘔嘔都是好事来的 因为开心 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跟着又有单车截 跟着这些渣马又会继续举行 不要忘记明年1月 在香港还会有一个亚洲金融峰会 所以连串的国际活动 国际的城市都会跟着来 这就是这一次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为香港0加3开了一个好的头 听说跟着来说 如果这一次0加3之后 这些来的200多个嘉宾来到香港之后 并没有令到香港的疫情增加的话 或者上升的话 政府就有可能进一步放宽 是否好消息呢 即是说0加3逐步向着0加0过渡 这就是我们香港今次成功的地方 亦是香港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还有其他那些 下次再跟大家分析 一定要看 给like订阅埋进 肯有你着数